大家好,我是文哥,今天是第二个视频 那么目前来讲,下午又做了一次核酸 目前来讲,慢慢看到了希望 说是今天24小时之后,就24点之后呢 可以出家门,可以在小区里 不出小区,出家门,就算是一个进步吧 这人就是很奇怪,你待在家里的时候,你反而想出去 你在外面的时候,想而想回家 人就是这样,很矛盾 今天呢,看到这是在讨论什么呢 说中国人为什么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奖很少 目前来讲,这个一个是图悠悠 一个是文学奖,是那个,咱们说,莫言 当然你说每年都会有这个诺贝尔奖 化学啊,物理啊,经济啊,包括这个什么啊 各方面,和平奖啊等等 以我的个人所见呢,也许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把很多教育啊 就是根据人的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教育 我们搞到了啊,我觉得是搞到了 就是在小的时候应该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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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出兴趣 玩到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到了大学才开始学,学,学 我觉得我们搞到了,我们的孩子 从小该玩,没玩,是吧 到大学的时候该学也不好学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啊 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这个 如何学习外来的经验 如何把我们这个自己的经济啊 各方面都搞得很强 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向谁学 我们怎么学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我们不能失去自己的东西 自己一些民族的东西 自己很多优秀的东西 文化的东西啊 这个不能丢 但同时又能够去向好的 先进的啊 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些东西学习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听新闻也好 听各种也好 就是西方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总是就是一帮难兄难弟 他们这些吧 接接接什么G20也好 G7也好 以及东南亚的这个日本韩国也好 包括印度都跟着人家跑 都好像对中国不是很待见 是吧 好像我们你看看我们周边好像没有多少朋友那种啊 除了一个巴基斯坦 除了北韩是吧 就是 这个这个塞尔维亚这些啊 就是我们的这种死党不多 好像跟我们总是不对付啊 当然原因很复杂啊 就是原因很多 比如说宗教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啊 等等 但是说来说去啊 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四十年前没有人在乎我们 你的当时的GDP啊 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人在乎你 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 为什么人家不再见你 这个不再见有根本的原因 我们要清楚就是 一个蛋糕 现在分的人多了 来了一个大家伙 就是中国啊 中国要分这个蛋糕 所以根本的利益还是经济的利益 是吧 就是要分这个蛋糕了 那大家可能就看看我们不爽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不要怎么办 我们就是 继续去加强自己分蛋糕的能力啊 当你的蛋糕多了 足够多了 然后也能分给别人的时候 什么一帮这个小弟也会跟着你来了 我觉得啊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生存法则吧 我觉得啊 就是你强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就是强者文化跟弱者文化的一个区别 当你强起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打交道反而好打了 大家只是把规则定好怎么分蛋糕的问题 是吧 我们今天国力是这样的 再过二十年三十年 是吧 国力又是怎样的 到那时候就是大家这个蛋糕就好分了 但是我想说的 我们真的不要排排外啊 我们真的不要去排这个跟美国什么对立啊 然后是美国的东西 就是我们反对的东西等等啊 这个真的是很很很愚蠢的东西 我们想一想我们上百年来 或者是这个最近的四十年来 我们到底受益的还是还是受害的 我们跟着这些啊 先进的国家也好 入WTO也好 我们应该是普通人都清楚 我们是受益的 是不是 他很多东西是促进了我们今天发展成这样子 我们应该是高兴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学 闷声发大财 对不对 邓小平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做老大 我们做老二 我们跟着老大走 就像这个跑长跑一样 跑任何跑一样 你跑到老二 始终保持在老二 你就有机会超过老一 是吧 老一不好当的啊 这个世界老一都不好当的 你想想看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在什么方面去学习 这个是我们要 一定要懂的啊 我们的普通人也要懂 就是你自己弱 对吧 你在发展的过程中 怎么去向强者学习 我们看到一个 就说美国吧 对吧 他老大 他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大 你不要去管他的什么历史也好 人家为什么能做 做着老大啊 始终二战以来 啊 一直能做着老大 超过了英国 对吧 几个方便吧 我觉得啊 我们普通人也应该知道 一个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怎么讲 金融体系 货币体系 美元这个 世界货币 是吧 这个这个是人家 这个运行的良好 人家只是困难了 什么样啊 经济危机了 包括今天也好 人家一引操票就好了 再有一个 还有就是我们要清楚 能源是这个世界 永远是有限的东西 我们都在就是在 呃 怎么样去争取能源 而美国 正是这个能源 各方面的一个老大 他的储存量 他的使用 以及他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呃 定价等等 他都是很厉害的啊 各种油啊 这个煤啊 各种矿产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 你有的时候不得不 不不这个啥 不服气也没办法啊 上帝给他的啊 人也不多 四亿多 但是呃 那么辽阔是吧 然后就资源那么多 再加上就是军事力量 我们也要就是一点点去造就我们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你有枪有炮 你把枪放上去 你不打枪 你那个人都害怕 是不是 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还有就是科技啊 以及转换为这个生产力 对吧 科技里面就有一整套的这个转化的问题 还有创新的能力 你现在随便看看 我们身边的啊 一路再去看看这个 美国的这个四百三百年的历史 他就是一个一直在创新啊 发明了多少东西 是不是 你自己属于是我们发 我们几千年几千年 我们出了四大发明 那是古人的啊 今天我们又发明了什么 我们都在使用 就是在人家的这个 一出来之后啊 零到一 我不是我们的长项 一出来之后 我们再往后走 我们很厉害 但是我们确实有我们的短板 这又讲回了一个教育的问题 是吧 教育体系的问题 然后又看到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所有世界上顶尖的人 往哪去 我们去看啊 我们的优秀的清华北大的学生 逼了业往哪去 世界范围内的这个这个人 都往哪去了 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活跃的 就像我们北深 北上广 深啊 香港一样 人才聚集啊 把全世界的人才可以可以聚集的话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前途无量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借鉴 怎么样把这个人才系统 人才的吸引力 人才的这个可用 让它发挥出来 是吧 我们才会源源不断的这个创新活力 你可以想象嘛 你自己想 还有就是钱 全世界的投资都往哪里去 是吧 全世界一半的钱 基本上它投在美国了 为什么 我们自己去想一想 它一定是 不是无缘无故 包括我们的外汇 对吧 我们外汇大量的购买国债 大量的这个投资在这个美国 这个各种啊 基金呀 这些等等的市场 还有就是文化的输入 文化的我们说的这个渗透 好莱坞也好 或者是各种啊 餐饮文化等等 那真是无所不包啊 让你从小啊 就是孩子们都开始 就是被这些东西 所感染吧 就是文化的这个 这个侵入是不得了的事情 它不像一个什么 给你比钱的问题 它把你这个脑子就洗完了 是吧 我们真的不能 这么稀里糊涂了 我们真对自己 这民族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的传统节日 我们的各种啊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要接受 要要深深的扎印在脑子里 啊 不能说就是分不清 哪些是外来的 哪些是这个 但是我们不去排 排斥就行了 我们明白就行了 啊 还有前一阵子说的很很搞笑 什么英语不要学了 这不是英语的问题 知道吧 就是我们如果想做世界老大 我们的国民素质 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要超越他 我们的就是语言上 你会俩他会一个的问题 以后让全世界慢慢 你强了 他就开始学中文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他他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要清楚 但是我们不庆内 我们要有决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学 我们知道该怎么超越他 我们绝不要排斥 我们就那种很狭隘的那种啊 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说美国的我们就反对啊 你没有资格反对 你只有去学完了超越人家 一点点去超越 我们整体的国民素质都要去超越 那个时候你才叫真正的 叫文化的啊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强国 是吧 我就闲扯这么多 就是我们知道 民族复兴很长的路啊 我们每个人先复兴了 我们每个人的脑子先复兴了 是吧 知道我们面临的什么 我们自己面临的什么 我们的国家现在自己也好 处到一个什么状况 有机会真的要多出去走一走 我觉得就是出去的人太少啊 出去了啊 再回来 我们去有对比 有的时候是盲目的 看到电视上的 那是不是真实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刚好是 认识上的相反 就是要有机会出去 多多多增长见识 是吧 多看一下一些东西 你再去比较 再去发声 再去怎么样 是吧 我们的真的路很长 好 谢谢大家